那韓國瑜推他出來 那韓國瑜還有戲唱嗎 韓國瑜當初推他出來說 不知道趙少康是個狠角色嗎 而且你看被罷免 不過才三個月的時間 馬上就去找趙少康叫他出來 那韓國瑜總有他的盤算吧 那趙少康會答應 趙少康的盤算當然就是 像我們現在看起來 是不是真的就要選這個黨主席 然後就這個總統 所以江啟臣一路被呼嚨嗎 你怎麼看這場戲啊 我也很意外 說實在的 他把外界一直眼光 停留在韓國瑜的這一盤局 他拱手讓給趙少康 那現在唯一不能解的 到底是韓國瑜知道趙少康的心意 跟他的企圖心 而中間有人聯絡 兩個人就一拍即合了 因為你知道韓國瑜出來 趙少康立刻可以擺平韓粉的問題了 他直接可以接收韓國瑜 先前累積的政治資源 所以這兩個合合合為一 那趙康顯然不是衝著黨主席來而已 他其實是針對2024年的總統而來 否則他不會出三的 這個局勢非常清楚的 那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就探討就是說 這兩個人在玩什麼 他在拿奪權 在玩奪權跟竊黨的一個大忌 那先前兩個人絕對是有盤算 因為從這個趙康清瞄代理說 我們兩個吃個飯 他叫我選我就出來 到最後你就看這個局的內幕越來越多了 其實吃過不只一次飯嘛 而且他們兩個怎麼會不知道 而且也談到啦 你離開國民黨 趙康康你離開國民黨 你是29年耶 黨有黨的規矩嘛 對 對不對 以前有很多人什麼周玉寇啊 張亞洲那種小平他們也想選嘛 你不符合黨張的規定的時候 就不行嘛 所以這個細節問題一定有談到嘛 對不對 那這個絕對是先前通通要精心破話的 而且這個時機點宣佈了要早 我過年前就給你宣佈了 先下手為強嘛 那這個球就丟給江啟成了 迅雷不及眼耳 他措手不及 那兩個人就要奪一個黨嗎 你現在覺得說 哇 都是這兩個人在玩嘛 你看他們兩個這樣子玩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你們國民黨沒人了 包括周小平挺的朱立倫喔 趙康出來的意思是 他是行使否決權欸 對 你不要講侯友宜在地方 他的民調最高 對不對 你也別跟我講朱立倫 現在已經在跑了 要選黨主席 2024就是他要選的 No way 你也別想說江啟成你要連任 在他們的眼裡 這些都不是個咖 對 沒辦法救國民黨 也選不上總統 拿不回政權的 這裡面江啟成更不是個咖 我說實在的 我的看法 你今天江啟成你掌握國民黨 你能幹什麼呢 你已經掌握了有一段時日了 國民黨怎樣嗎 每況愈下嘛 所以國民黨交到你江啟成手裡 你要再連任 你就算選上黨主席 你要把國民黨帶到哪裡去呢 大家都看衰嘛 對不對 那所以你江啟成抱著國民黨 或許這些大佬他們四處有名啊 疾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有 樹加在自己身上 這個加住在自己身上有正當性啊 我要來救你國民黨啊 我要幫你拿回政權 你們這些人都不行啊 所以他們可以堂而皇之的 像八國聯軍 進軍 整個腐敗的清廷嘛 他認為你腐敗啦 你沒好啊 對不對 一盤散沙啦 激弱不振啊 沒有我們來救怎麼行呢 事實上你說國民黨是不是 是 那要不要這兩個人救呢 這就雞生蛋 誕生季的問題 那你告訴我還有誰 有沒有人 或是你們在培養一個 像民進黨蔡英文這樣的人 對 朱立倫本來是 大家想說總該輪到他 可是你就知道他上不上下票 走不走又不用 什麼都樂觀其成 就是好像沒戲的感覺 所以趙鑊出來行使否決權以後 你就看他們怎麼兩個 這兩個人怎麼玩啊 好 那看江啟成喔 對 江啟成 針對兩個條件 而且這個硬性條件喔 一個是你入黨要一年嘛 對 那趙鑊離開29年啊 而我說一下這29年 29年 趙鑊先生對國民黨有什麼貢獻 反正是國民黨對他有貢獻 他花一一就把中國拿走了啊 對啊 對不對 那你站在一個制高點 而且帶著你的邵康幫 還籠絡 就合夥一些這種政治人物 包括立委啊 縣市首長啊 甚至要角逐總統的 你們每次 就邵康帶著邵康幫 每次都在那個冷氣房裡面 坐在那個頂峰上面 在那邊指指點點 你這不對你那不好 你國民黨太笨了 你國民黨太糟糕了 國民黨怎麼現在搞成這個樣子 然後誰出來最後韓國瑜再怎麼樣 縱使你趙康信仰挺過這個 郭台銘啊 而且那時候他帶著唐翔龍兩個 批這個韓國瑜啊 那時候殺得比我黃黃青還兇啊 韓粉包圍他 那個程度是一樣的 因為韓國瑜後來還是請趙康上 如果趙康這麼厲害 那韓國瑜為什麼沒有在你趙康的號召下 至少六百多萬票吧 不會是五百五十幾萬票吧 那兩個條件裡面偏偏 江啟臣給了一個中評委 這個指標意義很大 憑什麼他在外面遊蕩29年 我說回來就回來 我可以打破你一方 所有的規定 對 對不對 然後你還給我中評委立刻奉送 你知道那個表格是 江啟臣自己去列印的 江啟臣自己去印的 自己印 然後不曉得是他還是他派 他自己的人拱手奉上 他真的覺得是他任內的光榮 我跟你講 憑什麼 你黨沒有黨的規矩嗎 除非你自己也認為 你自己認為我不是個咖 我們國民黨就是 就給他們來救了 不然你就是新人意嘛 你自己覺得說 我如果孝敬他 我把表格給他 我給他中常委 中評委之後呢 然後呢 我要選黨主席 我跟他講 他們就會聽我啊 好棒棒喔 他有節目可以幫我講話 你怎麼想的太天生了 不管是基於哪個原因 對不對 那你江啟臣你行嗎 你不行嘛 你國民黨還有誰行也不行嘛 所以不管趙阿康行不行 不管韓國瑜怎麼盤算 這兩個人是不是長驅直入 而且這兩個人四個咖 你別講啦 爭取千堆血啦 是吧 你目前的進度就是這樣 那我們後來看出 趙康說 為什麼說 資格不過可能拿不上 黨主席啦 他下面一句要注意聽喔 韓國瑜你可以來 對 玩來玩去 好像好像丟那個球一樣 我拿不到你 韓國瑜就上了 韓國瑜現在是說 李嘉芬還不同意 然後所以呢 那個韓濱讓他去找一下趙伯伯 讓他趙伯伯出來選 先這樣子 如果是那個狀況的話 那趙康對韓國瑜也有功 為什麼 他出來都清理正常 他很明白告訴你 我老子要告訴你 你注意怎麼不行 我老子要告訴你 你江啟臣不行 我老子要告訴你 誰都不行 真的 就是韓國瑜到時候再出場 就沒有那麼尷尬了 總比他說我年後要做公衣 這個要瘋狂一點 那你說 如果沒有黨主席 也無妨嘛 老子要2024還是可以選總統 但是有差 我跟你講 有差 他沒有黨權 縱使有媒體這個舞臺 他們要照做節目 所以周宇寇不是說 你踢台那邊成了他的競選總部啦 那邊是前進指揮所啦 變成他大本營啦 這我最後要講 但是你媒體的力量 你在那邊當個主持人 跟你拿上黨主席 整個黨權喔 什麼叫黨權 我有提名權啊 他不是昨天講嗎 我看到那個吳敦運提那個部分區立委名單 我再想另外組個政黨 看不順眼嘛 我們也在罵嘛對不對 他有提名權 區立委的提名權 還有2022年縣市首長 縣市首長都地方諸侯那個資源耶 那開玩笑 太戲耶裝小耶 那是他的一個底耶 他不拿這個怎麼選2024嘛對不對 對 權力就在這裡啦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國民黨 不管八國聯軍是哪一國 你數得出八國聯軍哪幾國嘛 他的問題不在哪幾國入侵你 八國聯軍入侵你蜻蜓 是因為你蜻蜓太腐敗了嘛 我們蜻蜓為什麼腐敗 國民黨為什麼這麼這麼腐敗 安又齊節目 我們每天都在講嘛 真的 那吳思懷還沒什麼疫情鬼扯王啊 最後還封城 也是他提了 後來說怎麼沒人買菜 你說這種水準 然後那個立法委員搞笑的搞笑 然後鬼扯的鬼扯 一票人路線 如果跟著老趙走 那我說玉木民也乾脆 離開信長直接滾倒一統天下 一加一不等於二 一加一更不會大於二 我講的一加一是韓國瑜加上 少康 一加一小於一 他甚至不等於一 所以我說你2024你怎麼選得過 你最多就是韓國瑜拿到五百萬票 不會再多了 嗯